一开始呢,是一个时间状语,主语呢,是AP这一个人, 谓语呢,是开始,谓语是对于L这个作品的翻译, 之后呢,是一个同谓语awork,在同谓前面对于这个作品的翻译, 然后呢,是work的一个定语从句,定语从句当中呢, 这个taking hum是定从里面的一个伴随状语, 然后呢,我们就发现直接跟了一个end that, 那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发现,前面这个大庭岛的定从呢, 是没有位语动词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语法错误, 可以直接排除,在LB学样当中呢,前面的成分都一样, 这是宾语,然后是一个同位语,然后就是它的一个定从, 定从里面呢,位语动词是took,宾语呢,是七年, 然后是一个宾母去完成,按的身后呢,又出现了大庭岛的一个存句, 那这个时候呢,它需要是一个定语存句才行, 因为这样才能跟前面的定从去并列, 我们知道并列的第一要务呢, 一定是要保证并列的成分是一致的, 那在这个定从里面呢,主语是这个sj这一个人, 然后是它的一个同位语,不管它, 位语呢,是宣布,然后直接是最伟大的翻译, 那我们发现先行词awork呢,在这里做一个并语的成分, 就是它宣布这个work,是最伟大的translation, 所以B选项呢,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留一留, 3c选项呢,前面都是一样的, 然后是一个work that taken seven years来完成, 按的身后呢,依旧是第二个定语存句, 主语呢,是sj这个人, 然后位语呢,是宣布,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呢,在这个存句里面, 编语它是有的,有这个it, 那我们知道定语存句呢, 它一定是要在存句当中给先行词留一个位置,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定存是不完整的, 它是缺成分的, 那在3c选项当中呢, 按的身后的这个定存不缺成分, 也就是说没有给先行词留位置, 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语法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3c呢,可以排除, 在4d选项当中呢, 位语动词变成了translating翻译, 编语呢,是l这个作品, 这个时候呢,awak作为同位语的话, 它只能去同位前面l这个作品, 那我们知道逻辑上呢, 花了这个人7年, 并且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翻译呢, 一定是对于l这个作品的翻译, 所以说这个awak呢, 它应该是去同位translation, 而不是同位l这个作品, 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同位对象有问题, d和1就都可以就此排除, 最后答案呢是2b选项。